好,我今次會教你弄髮型,我不知道 但我又教大家弄髮型,因為我看見它很有趣 今次我們會用淺藍色的 顏色比較淺一點,你會看到 淺一點,又深一點 接著我們要弄它後面的披風 很簡單,就弄它這個披風 首先我們這裡不拍V字形,要拍一條橙巾 因為披風我們要弄鬆一點 總共要弄多少個呢?我們先數一數 1,2,3,4,5,6,7,8,8個 每邊拍八個 3,4,5,6,7,8 接著回來這裡 接著到這邊 我現在看上去 如果你喜歡這個披風唇 你喜歡這個披風唇 我們就要弄髮型 這個就要弄齊一點 首先上面 我們要 要我們跳一格,要在這裡開始放 這樣要怎樣拉? 拉回去前面 好,然後到這裡 我們 都要這樣做 這個 三櫃 然後呢 接著就拿一條橙巾這樣左右 然後再拿一條橙巾 左右 然後 這裡也是 看這裡有一個橙巾 然後我們先轉過去 然後呢 我們就 伸進去那個橙巾 裡面 把左邊的那條拉出來 拉回去左邊的 然後 把那條拉出來 把右邊 然後這個 這個 把右邊的那條拉出來 這個要這樣拉出來 不可以做 抱歉 這個也是要這樣拉出來 看 然後 然後穿上一個CAP 把這個 拉回去前面 然後穿上一個 把前面的那條拉出來 拉回去前面 整個 郊米 一個 對 可以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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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許你來一個 然後就很快把它勾好 然後呢 我先把這個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貼進去 把這個拔進去 把這個拔進去 那這件呢 就是它的披風來的 那這個拔一點 這個也差不多 然後呢 我們就做它中間的部分 中間也一樣 都是排九次 不是排九次 特別一點 我們邊邊的頭髮 就是使用透明的 看到嗎 是不是它是透明的 在這裡 在這裡 調轉回家 然後拿兩條 它頭髮的顏色 然後呢 我們要做它 一邊的頭髮的部分 一邊頭髮的部分 做單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有六個的 一條單連 拿一些新偶 另一個 我看到有一個 脂肪 做著 這樣做出來 比較漂亮 然後呢 拿一條拔筋 把身體的圈搬 套在這裡 然後呢 這個頭髮 你喜歡做幾長都可以 又或者用雙連 都可以的 單連又比較 而且呢 省長筋 還有省時間 這樣吧 耶 拿好多容易 要蒙著吃 要蒙著吃 然後呢 頭髮就先做這樣 然後呢 你會看到是這樣的 我們先放一邊 然後我們就排它 肉色中間的部分 然後呢 這樣放 我家裡很吵 這裡也是先把它拿回來 然後這裡呢 就是這樣的 可能我家裡很吵 然後這樣 然後呢 這樣變成 頭髮變成雪花的形狀 然後呢 我們就做它 眼睛的部分 眼睛的部分呢 我們就拿一條 橡筋 拿一些新屋 浸線 我們在這裡 轉一次 兩次 三次 四次先 然後這裡也是一樣 然後呢 我們就拿一條肉色 把這個搬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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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 把這個搬過來 拿手指的圖 拿出來 拿出來 拿手指的圖 拿出來 我把這個搬過來 把這個搬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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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 它沒有 我們在這裡 我們做這個設計 是沒有嘴巴的 壓低它 連接它頸部的部分 拿兩條橡筋 放在前面 然後在這裡 把这个包裹在前面 这个也是 排九次的 我们排一次之后就排八次 1 2 3 4 5 1 3 4 5 1 3 4 5 2 4 5 排八次 九次五个卷一根 還有很多東西 補充你們的配合 可以配合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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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接著我們要固定它 所以我們拿一條 這裡先拿一個Cat Bag 然後先把Cat Bag從這裡搬過來 看到它是三角形 然後把Cat Bag從這裡搬過來 它不夠緊 然後我們先把頭髮放在這裡 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要把屁風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把這兩個位置搬在這裡 接著再把這兩個位置搬在這裡 接著再把這兩個位置搬在這裡 這裡會這樣的 要小心它就不要掉 如果掉了就已經被披風 披風就沒有了 然後我們就要做手的部分 我們做1 2 3 4 5 在這裡擁有3 4 7 5 接著再把這框 稍後 再搬 然後鎖在這裡 然後我們要拉四次 先把它掉 第一次 然後就是第二次 接著呢 就是第三次 然後就是第四次 第五次 落成了 然後就看見是做到這樣的模 接著我們要把他的手搏 也正好 先把他的手搏開 把他的手搏開 然後另一邊也一樣 還有同歸幾段 1 2 3 試一下 然後先把圖片放在這裡 你的Frozen已經排完了 我還欠一張歐文 先把圖片放在這裡 現在你會在編織器上看上去 你的Frozen應該就是這樣的 或者你的Frozen 我們就把這個 勾出來 搬到前面 然後選擇這個Captic 把這個勾出來 放在前面 這個也是 然後 就這樣 不停的 織 要小心 這個很容易勾扭 按著上面的部分 不然勾一下就會剩下 再勾回 這個是要鐵勾 又或者那些 正版膠勾才夠力的 平時那些小勾針 很難勾的 先勾過來這裡 這些要小心 我還要用一塊的 那些小勾針 更加固埃 然後這塊 這樣把它搬到這裡 然後就這樣 把這個勾在這裡 拌勾 這樣 這樣就這樣 然後這個鎖死了 然後我們這個先放進去 然後就會變成鎖死了 然後我們穿進去 我們穿進去後就拔這條出來 這個比較難拔一點 所以要小心給耐性這樣拔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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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 這個很難拔 就是把這個放進去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 就可以把這個放進去 它的放進去 然後把這個壓力拿出來 就有很多塑膀 要小心地把它很遠 對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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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終於到頭了 小心拔一下 如果斷了的話 那你呢 那些就錢光盡費 可以說是 先拔一拔回來 哎 斷了一個 對 斷了一個 不要緊 斷了一個也不要緊 因為你的橡筋本身 有點生肅力 所以斷了一個也不要緊 你又這樣勾住也OK 你這個Flozer 這個橡筋很小 拔那條斷了 哎呀 搞錯 這條斷了 我先拿一條橡筋 先拿一條橡筋 在底下這樣墓上來 哎 斷了 這裡要在底下這樣墓上來 家裡好吵喔 然後我們要這樣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這裡穿過去 然後把前面的勾出來放在前面 然後我們就 拿一條或者兩條的盤 單單拿這盤 幾張這個 不放幾張拔出來 好緊啊 這個要拔 怎麼這樣勾出來 在前面 這個要拔出來 好 好 那邊 好 來 好 現在把眼睛放在前後面 把眼睛放在前後面 先把眼睛放在後面 然後把眼睛放在後面 那你這個這麼漂亮的卡通人物 就完成了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影片的話 就快點訂閱吧 下次再見 拜拜